好 另外这是台湾治安史上的 首件检察官呢 遭枪击案 这一回呢 16年前 买凶在高雄司法新村 向检察官张金涂 连开12枪的这个毒枭黄上风 犯案之后潜逃大陆14年 前年呢 这个遣返 这个受选 而最高法院依共同杀人未遂罪 判他无期徒刑 尺夺公权终身确定 好 检察官呢 张金涂其实遭到枪击之后 是历经了11次这么多的手术 才保住生命 昨天呢他听到黄上风 判决确定的消息 他倒是很淡哦 讲淡淡的说呢 这些过去的事 他早就已经放下来 很久 很早之前呢 就已经没有意见了